喜到公子演播 三十刻度工作室精心制作的搞笑修真有声剧 《朱天际》 作者 庄碧凡 第三百零四集 空中一轮明月 散发出比平日更盛的光芒 隐隐显现出画无飞刀的本体 刀光之众 汗天动地 从空中清闲而下 直直落在关尊之上 即便有探三个如此强悍的势力镇压 却还是压不住那座关尊 师弟的本命关尊全身震动 凶悍的力量震撤冥土 奇力之大 翻山倒海 冲天直上 碾碎清泻的明月之光 数次挣脱前置 横空而起 却又被石满鬼明合力压了下来 此时 整片明土如火山爆发一般 震动连连 原本在深渊之下 满得要冲破明土的阴气 此时已大大减少 无边浓黑的鬼气从四面八方滚滚而至 接连不断 长河一般涌入了关尊之中 随着鬼气没入关尊 关尊力量不断拔升 看得林飞也是眉头一皱 关尊如同一座无底洞 顶部形成一道可怕的漩涡 疯狂吸收着明土中一切的鬼气 山川 长河 明月 他们身上的鬼气正源源不断地 飞速流向关尊之内 要造反啊这是 林飞脸色沉了沉 祭出猙獰剑侠与赤白金青四道凶剑 剑侠之内 猙獰同 卧边妖力幻化出一只长达数丈的大手 按在了关尊之上 四道凶剑如流光划过天空 切断了四面八方的鬼气 剑光运转到了极致 在关尊顶部 织旧一面密不透风的剑网 阻断了鬼气的涌入 林飞运转体内真源 用尽手段 与明土内的石蟒 鬼明 以及明月一起 才堪堪压制住这座巨大的关尊 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短短一刻钟的时间 林飞额头便有汗水流出 他能够感受到 关尊传来的巨大力量 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 一旦压制关尊的力量有所松弛 关尊势必冲破封锁 很可能会破开明土冲出去 双方力量不断碰撞 剑网之上是浓郁阴森的鬼气 弥漫在关尊周围不愿退去 即便有四道兄剑之旧的大网 但丝丝缕缕的鬼气 还是不断没入关尊之内 好像里面有什么在召唤他们一样 有了猙獰剑侠的压制 四周狂风骤停 明土之中 一片带着压抑的平静 林飞咬牙坚持 脑中闪过无数想法 却始终找不到 能够彻底将关尊镇压的方法 难道要把这东西给放了 可这么一个能够吞噬腰地的宝贝 主人 这是在干什么呢 恶鬼谄媚的声音传来 猝不及防听到说话声 林飞心神稍微出现一丝松动 刹那间 大量鬼气突破剑王的封闭 涌入了关尊之内 林飞立即收敛心神 再次镇压 还不忘翻了一个白眼给恶鬼 过来帮忙 恶鬼打量了关尊几眼 鬼气弥漫的脸上 有些畏惧与不情愿 他磨磨蹭蹭地 往关尊那边飞去 嘴里还不断嘟囊 这 这 这要是把我给吸进去 主人你以后可就少了个好帮手了 你还是再磨蹭把你扔进去 恶鬼操纵白骨巨龙 盘旋至九层高塔之上 瞬息之间 高塔从空中落下 雄魂的力量 轻压而下 白骨塔遍体灵气缭绕 光滑战战 如高山大月般 落在关尊之上 林飞感觉到 有了白骨塔压制之后 手下的关尊 终于老实了 也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过了一会儿 盘旋在白骨高塔之上的恶鬼 问林飞 这得压制到什么时候啊 林飞看着眼前的关尊 也是一阵头疼 总不能一直这么僵持下去吧 要不要用太乙剑气 再给这关尊来上一剑呢 可若是真批出一剑 有没有用还两说 毕竟 关尊才刚刚吞噬了一个腰地 而且太乙剑气 可能会再次负伤 就在林飞思考该怎么办的时候 那道黑器突然从冥土深处 飞了出来 直奔关尊而去 黑器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林飞察觉到 再想要阻止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黑器轻易地突破了 猙獰剑侠和凶星四剑的封锁 在靠近关尊之际 化作一团黑雾 我靠 林飞刚开口 就看到黑雾 被关尊一口给吞了下去 吞噬了黑器的关尊 缓缓安静了下来 裂开一丝缝隙的关盖 也严丝合缝地收拢盖上 环绕在他周围的力量 尽数消失 函聚在上空的鬼气散开 重新没入了明土万物之内 林飞撤了猙獰剑侠 与四道凶剑 审慎地观察了一番 然后走上前 那巨大的关尊 静静地落在明土之上 如死雾一般 甚至感觉不到一丝力量的流动 即便有鬼气飘散过来 也不再吞噬了 哎呀 林飞有些肉疼地打量着关尊 期待黑器能够从里面冲出来 可等了许久 也不见一丝动静 不会吧 那道从剑山中捕捉到的阴气 林飞有七成的把握 是一道先天之物 至于到底是先天的什么东西 他还没有弄清楚 但现在 不管是先天什么东西了 都没了 被这关尊给吃了 林飞打量着关尊 叹了口气 真是便宜你了 关尊安静地立在冥土之上 仿佛刚刚将整个冥土 搅动得天翻地覆的 不是他一般 如今关盖已经扣上 根本打不开 而且 林飞也不想打开 他想起深渊之下 关盖大开 关尊将一个妖地 都吞了的场面 也是有点心中发毛 林飞打量着这关尊 越看越觉得神秘 突然 林飞目光一凝 落到了自己 曾经以太乙剑气 在关尊上 劈开的裂缝上 觉得有点不太对劲 那道缝隙 似乎变小了一点 难道这玩意儿 还能自动愈合 不过 师弟已经被解决了 这关尊再有能耐 应该也翻不出天来吧 刚刚一幕 实在是有些凶险 让林飞不得不在意 可若是就因为这样 便把关尊给扔了 又有些舍不得 好歹是师弟的东西啊 那是师弟的本命关尊 不仅吞射了一位心境妖地 还吞了他费尽辛苦 才得来的先天之物 怎么算扔了都不合适 可是放在冥土当中的又太危险 谁知道这关尊什么时候再造反一次 那时候他可没了第二道先天之物 喂给他吃了 想到这里 林飞不由看了看石芒与鬼明 想要让冥土稳固 最好的办法 当然是这两位冥土神灵的力量 变得更强 石芒与鬼明身为冥土神灵 本身便与冥土犹如一体 石芒与鬼明越强 冥土也就越稳固 也只有这样 才能放心地将这石棺放在冥土之内 只是 石芒与鬼明走的是神道 全靠香火愿力修炼 就如同地宫当中的师弟一般 万师万鬼膜拜 诸就师神真身 看来 这冥土当中 需要一些生灵了 林飞正要离开冥土 却突然发现 这石棺之上 似乎有些花纹 嗯 林飞顿时眉头一皱 深渊之下 官尊吞噬了妖地之后 外壁之上曾出现了 很多太阴一族的文字 可是现在 在另外一面石壁上 又出现了一些花纹 林飞确定 那面外壁 在这之前 是光滑无误的 莫非这又是太阴族的文字 难道跟刚刚吞噬的那道先天阴气有关 林飞冲自顾自落在山栏上 吸收明月之力的恶鬼 以招手 哎 过来 如果喜欢本书 请关注喜悼公词 订阅朱天记 喜马拉雅铁三角 用声音 让生活更精彩 通知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